好 來看又是讓家長看了眉頭皺起來的畫面 小朋友挑食 老師就打頭三次 讓家長氣炸 這件事情發生在台南永康 一間私立幼兒園 孩子回家 精神狀況不太對 脫口說出 老師會打人 讓家長覺得不對勁 去掉監視器 還發現到 這樣子的行為不止一位老師 還看到了另外一位老師 會對小朋友大力搖晃他的身體 對於這樣的不當管教 原方說 兩位老師已經被停職 教育局目前也正在調查 涉及虐童的話 最高能罰60萬 而老師最嚴重 終身不得任教 又有幼兒園教師不當管教小孩 不僅朝著頭部打三次 還刪耳光 幼兒們心生畏懼 家長也擔憂 找上一緣成情 到幼兒園 到學校是要讓我們這個學校教育 不是要去學校拍 好 你看 他這個是背後 背著鏡頭之後 就開始爬 你們現在出來的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是幾件 對不對 你也要給家長知道啊 人家還要把他搖搖的 他說他沒有要 就在上個月十九號台南這所私立幼兒園老師疑似不滿小孩不吃飯挑食 情緒失控 憤而動手 直到幼兒回家 向家長反映老師會打人 事情才被揭露 他會有這樣猛力搖晃的動作 可能有時候就這樣子打 當然當然他是拍 他是拍 他不會造成 他不會造成可能明顯的外傷 就是不尊重的動作 不當管教事件 不只這名老師調閱監視器後發現還有另一位老師也有管教補當的行為 原方將兩位老師予以停職 教保人員條例處罰行為人 六萬到六十萬的罰款 甚至終身不可以在 教保服務機構任職的處罰 教育局重申體罰林榮忍 目前已經召開教保人員違法事件調查小組 兩週內完成調查報告 若原方有未失會 依法究責 華視新聞 劉瀚生 許婦傑 林博瑞 台南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